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定景西是挑偷 两个人开始争执开来 景西直接打倒了店员 然后扔下钱便离开 返回的路上 景西正在郁闷着 突然又撞到了一个路人 景西下车查看 发现四周无人 开着车子直接离开 回到别墅看到情人和金顺太从厕所出来 非常生气 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被撞倒的路人原来是金顺太大哥 店员也是金顺太的亲戚 看到大哥被撞倒的金顺太非常着急 希望景西可以把车借给自己 去医院看病 最终景西把车借给了金顺太 景西回到别墅顺利的把账款放进别墅的密码箱里 让情人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着这个别墅 不料意外发生了 金顺太认为是景西撞死了自己的狗狗 商店店员说景西打伤了自己 景顺太的大哥说景西开车撞伤了自己 一群人不让景西离开 此时警察也赶了过来 最终景西答应支付赔偿2000韩元 但发现身上没有那么多钱 于是只能给岳父打电话 岳父过来后非常生气 但景顺太告诉岳父 自己曾经是他的学生 岳父听到很纳闷 时间太长也记不起来了 但是女婿的错 对方又说是自己的学生 马上要选取了 希望把这件事撕了 于是给了景西2000韩元 愤怒地离开现场 让景西自己摆平这件事 与此同时 景顺太还把视频发给景西的老婆 老婆看到视频非常生气 决定一定要报复 岳父走后 景西答应给2000韩元 但景顺太认为应该给3000万韩元 这时景顺太又编造了一个故事 称景西的老婆是以前同学 还和自己有私情 甚至还称景西的孩子是自己的私生子 景西非常生气 但也释怀了 最终向景顺太道歉 表示第二天肯定还清所有钱 景顺太也原谅了景西 让景西离开 景西走在路上 情人突然发现一本书 这本书正是景顺太一直看的 书上的内容居然和今天的遭遇一模一样 非常生气 认为是景顺太戏弄了自己 打算要报复景顺太 就在此时一辆车撞了过来 景西赶紧逃走 车直接撞翻了车 情人当场死亡 原来只是景西的妻子开车撞了这里 店员景顺太的哥哥看到有人放车 也想了过来 要抓走妻子 景西直接打晕两人 此时岳父也发现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景顺太 基于那本书上的故事编的 也赶了过来 岳父非常生气 认为景西没救了 未完回岳父 于是景西杀死了景顺太的哥哥和商业店员 这时景西的老婆开车赶到这里 拿着枪威胁景顺太和另外一个人挖坑 来尸体 但尸体却是店员和自己的哥哥 景顺太非常惊讶 此时景西当着妻子的面 直接杀死当天所有人 并且还在坑里 影片结尾景西顺利选举 很可能成为新任的市长 不过很快意外就来了 电视上曝光了某人为了选举 做出了贿赂 杀人灭口的行为的材料 而这份证据出自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景顺太提前发给电视台的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是有什么好的提议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